24岁的诺阿西金今天凌晨两点 开车载着41岁的未婚夫苏启曼 从农运前往北加 途经刮拉登加楼路88公里处时 轿车突然失控冲向反方向车道 行驶中的普通威拉轿车闪避不及 直接撞上这对未婚夫妇的轿车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未婚夫妇的轿车断成两截 苏启曼被抛出车外 重摔在三米外的地上 头部重疮当场身亡 诺阿西金也被卡在司机座上 头部重疮送命 普腾威拉轿车司机26岁的 莫哈莫·沙兹鲁也身受重伤 销整局接获投报后 马上赶到现场 将伤者送到农运医院抢救 伤者目前情况依然危待 至于两名死者的遗体 也已经送往同一家医院解剖 警方将援引1987年 陆路交通法令第41-1条文展开调查 警方援引1987年 大阪的到达